新北市教育局的温馨助学圆梦基金 让新北市弱势的学生能够安心就学 107学年度共资助了226名的学生 不少学生都有相当优异的表现 让出资支持学生上学的企业团体 他们也都感到十分的欣慰 透过悠扬的国乐表达学子圆梦的感恩之情 为了完成梦想 我上网去寻找很多网路插画家的作品 然后正当我想要尝试使用电汇板时 我放弃了 我正要放弃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我得到了圆梦基金的帮助 我开始努力去寻找我的梦想 我朝我的梦想前进 之后我也一定会努力认真去完成这个梦想 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透过新北市府的媒合 热心公益的企业团体慷慨解囊 正向的管道正确的投资 培养优秀的学子 可以回馈更多给社会 圆梦基金会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接了一亿五千五百万 金额不少 我们每年大概要两千万 政府拿了一千万出来 民间团体给我们再接了一千万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基金会是长期永续 让我们在座 以及未来的同学们 都能够得到相对的照顾 今天这个圆梦的基金我们参与快十年 我觉得企业的基金 不管是企业主来 经理人来 还是我们的基金会 我们的个人也好 能够在这边一起共襄胜举 参与这样的重要的活动 我觉得企业跟个人都非常值得感谢之外 也非常值得尊敬 获得106年全国闽南语演奖第二名的民安国小理念圈 感谢圆梦基金给自己带来的信心与希望 感谢我的老师带我申请中学金 感谢新百姓给我这个机会 未来我会好好学习 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感谢新百姓我目的金给我的帮助 我的音乐去丢丢 等我有任劫的时候 我也尽力去帮助别人 竹梦踏实一曲飞翔 今年共有30位高中生毕业生 其中有多位已经通过繁星以及申请入学 学姐陈湘君 以过来人的身份勉励学弟妹要加油要坚持 圆梦基金会是对于我来说就像守护者一样 守护我不受经济因素影响放弃求学 也守护我的家庭免受于我求学所带来的经济压力 对于圆梦基金会以及支持着圆梦基金会运作的各位老师长官 我有很多的感谢 传承圆梦基金的理念继续推展关怀社会的爱心 后友遗言勉励学子将来有能力时再以十倍或百倍的爱心回馈社会 记者沈志勇新美市采访报道